这是一盏灯 它的功率是800瓦 而它现在发射出的光是硬光 打到我的脸上是这样的 丑陋又无趣 而同样的光经过一番调整之后 你可以实现这样的效果 或是这样的效果 但发光的灯本身从来都没有变过 变的只不过是你的曝光方案而已 那提起灯光 你会最先想到哪部电影 或者说你最喜欢哪部电影 那在电影里你可以看到 各式各样的光线 有教父这样神秘深邃的影光 有好莱坞往事里这种 地灯和阳光结合的混合光 有巴黎灵灯里的灼光 甚至荒野猎人里的完全的自然光 就有光才有影 光线是影响画面 渲染氛围 推动叙事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而它本身是无比公平的 这盏灯和这盏灯 价格相差几十倍 但是它们都受到物理法则的约束 贵的灯能够帮你提升效率 但它自己并不能帮助你讲出更好的故事 所以当你掌握了灯光语言之后 即便是廉价的灯光 你也能用它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所以好各位好我是Tim 欢迎收看本期影视剧风 今天我们来和光做游戏 按照质感的不同 我们可以简略地把光线分成硬光和柔光 硬光也就是直射光 当它照射到人脸上的时候 鼻子这边还有后面的墙上 都会出现这种边缘非常清晰的投影 看上去立体感非常强 那另一种就是柔光 也就是散射光 把它打下来 可以看到人脸上的瘦光 非常均匀柔和 投影部分边缘模糊 不会有一个明显的明亮过渡 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会使用柔光来打亮人脸 那有一点是需要明确的 就是硬光是可以转化成为柔光的 那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张高功率的LED灯 在灯前面有一个菲尼尔聚光镜 前面这层玻璃是同心圆 凹槽都是锯齿型的 那它能够把光线给聚集起来 产生这种非常清晰的硬光勾边的效果 那如果要让这样一束硬光 变成这种模糊柔和的感觉 那一种方法就是靠慢反射 把灯光从人脸上移开 打到反光板上 灯光通过反光板 再返回到人脸上 就可以看到灯光变得更加柔和了一些 这里我们用的反光板 是比较常见的米波罗 那说人话就是泡沫板 就影视行业经常会有这种鬼畜的名字 就不要被它吓到 光线打在这种表面不平整的 塑料泡沫板上 会产生慢反射的效果 那发光面积变大了 光线也就分散了 自然也就柔了 而另一种方法 想把光线打柔 是靠慢透射 就是在灯光前面 糊上一层半透明的慢透射材料 那有这种可以直接固定在灯前面的柔光照 还有这种纺织布 柔纱 硫酸纸等等 这种柔光片 这些材料表面看上去很光滑 但实际上是凹凸不平 有纹理的 所以光打上去的时候 就会散开 光线会无规则的往不同的方向走 那相当于过滤掉了一些光 那等到它打到人身上 这些光已经被提纯过了 那柔纱尺寸越大 光的范围扩大的也会越多 那你可以看到 最终的光线就会显得愈发的柔和和均匀 但是如果你觉得慢反射还有慢透射的柔光效果还是不够 不够有这种电影感 不够柔 不够好看 那你甚至可以把这两种方法混合到一起来使用 具体操作就像这样 机位在人的正前方 把灯从45度角的位置 斜打在米波罗上 米波罗反射的光 再透过柔光片 照射到人的脸上 那你可以来看一下对比的效果 硬光 单层的柔光 还有这种双重的柔光 就你把灯打开 放上米波罗 加上柔光片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 人脸上的阴影会变得更加柔和一些 那米波罗和柔光片之间就有个夹角 看上去像是一本翻开的书 所以这种曝光效果 也是被称之为舒适曝光 是一种非常美观的柔光布置方案 你可以尝试一下 许多电视广告或是电影 都会用到这个技巧 如果你手边没有上面提到一些专业的灯光配件 那其实也不是没有一些 骚办法 像这些床灯 预帘 伞 灯罩这些 你家里或许又有 那网上几十块钱也能买到 那在家里面直接拿零元购的话呢 最多就爱一顿打 所以问题也不是很大 那使用的时候 你只要像这样确认好距离 还有高度 把它们固定在这种落地一架上 把灯打开 你就可以看到 它们同样能够有很不错的柔光效果 那特别要提一下这个纸灯笼罩 只要几块钱 你在网上都能买到 在里面放上这种小灯 就可以扩大它的发光面积 产生非常非常柔和的光线效果 性价比超级高 那电影里我们也经常会使用的这种类似的柔光球 特别是在人物对话 还有走动的时候 那灯光是可以挑着它 跟着野员一起来移动 那比起一般的灯 这种球形的灯罩会非常灵便 也非常适合移动 总结来说 光的软硬程度 主要取决于光源面积的大小 那为了扩大光源的范围 你可以选择去用配件 去扩散光源 也可以拉近光 还有和被射物体的距离 逻辑上 灯离人越近 被射物体受到的灯光就会越发散 面积越大 阴影也会越柔 那如果你想打硬光 那就把灯光调高一些 离远一些 光线也就会越平行 也就是越聚拢 阴影也就会越硬 那我们看到电影里的场景非常大 人物又很多 如果要给人脸打柔光 肯定不能像上面这样布光 灯光就会穿帮 而且工程量会非常耗大 但其实布光的原理 永远是一样的 打光的时候 这些灯光师 会希望尽可能让灯靠近人 并且扩大着光源的面积 那比如像这样一个 快速移动的长镜头 就是在提前 整个天花板的位置上 都布满了柔光灯 光源面积大到 把所有人都给包裹进去 那我们自然就可以看到 所有人脸上 都会有这种柔和 有细腻的光 那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太阳光 太阳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光源 理论上太阳光应该非常柔和 但同时 太阳离地球非常非常远 有1.5亿公里 那我们站在地球上 看太阳只有指甲盖大小 所以我们会把太阳 当成一个很完美的点光源 直射的太阳光 如果没有云层遮挡的话 那打下来就是一个 非常硬的硬光 我们一般拍摄 就会尽量避开这种阵舞 选择在下午3点到5点 光比较弱的晴天 或是比较明亮的阴天 来出外景 这样整体的光线 都是比较柔和 比较好看一些的 硬光和柔光 其实不存在好坏 只是看你怎么用 所以经常会出现 混合使用的情况 那以我们节目中的 一些拍摄场景为例 用的是基础的三点曝光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场景里 有三种灯光 侧前方的主光 另一侧的辅光 还有背后的轮廓光 那主光一般放在人侧前方 约30到45度角的位置 是整个画面的主要光源 那辅光在另一侧 负责填充脸上的阴影 那我们使用的 主光和辅光都是柔光 这样人脸看上去 会比较细腻自然一些 有朋友经常问我说 我们加美颜 其实真的没有加过任何美颜 就是这样 那毕竟 这个talking最重要的就是 要拍出我的帅气 所以得拍的 柔 柔一点 毕竟talking最重要的就是 营造一种和观众对话的感觉 所以线条灵地的硬光 就会产生这种距离感 还有这种阴森感 更适合在一些 电影的场景里面来使用 那后面这盏光 这个轮廓光 用的倒是硬光 或者说叫做发光 会在肩膀 还有头发边缘上 产生一层细窄的亮光 那它的目的是把人 从背景中给分离出来 还原出空间感 那一般是放在人的侧后方 而且要高于摄影机的位置 才会有更好的效果 那讲了这么多 其实布光没有一个 唯一的准则 我希望各位能学到一些 我们的这些经验 其实这就是分享经验 布光更多的看是实践出真知 只有你真正的上手 你才会知道 什么亮度 什么角度 什么质感 是你所需要的 因为每个人的房间和空间都不一样 所以你需要尽量去玩一玩 去试一试 那最近我们也会更新 UP主改造计划 把这些理论用到实战 如果你有兴趣看的话 一定要记得关注 就布光其实还有很多内容可以讲 就明暗反差 灯具 色温 造型光 这个景光 还有光效等等这些 那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 弹幕里留言 讲讲你感兴趣的东西 我们会进来在下一次灯光节目里面 来介绍 那谢谢各位 我们下次再见